24號 再關心政經演藝圈的消息 就是藝人羅智祥 他被前女友周陽青 大報是個渣男 指控他交往9年之來 不斷地偷吃 還私下的約妹 玩起多人運動 事實上其實前不久 大家還記得嗎 羅智祥才被網友報出來 他在4月4號的時候 也就是清明連假期間 和好朋友大根的人 在宜蘭開啟了泳池趴 甚至找来了二十多位的直播主网红一起玩了 那么当时就被猜是不是因为分手 所以玩得很夸张 而且现在和小猪一起开泳池趴的正妹 三个人的身份也被网友曝光了 好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这三位其实都是面容脚好身材火辣 而且在IG上头有上万人追踪的网红 其中来看看娇娇 她曾经上过不少的综艺节目 还和罗志祥一起大玩鸳鸯细水 另外一个阿宝 同样她是日韩代购网店的老板 而且看她的照片上面 全部都是性感火辣风格 另外来看到的是粉丝数目最多的 也就是软堂了 好 她常常接代言外拍 据说她现在这个辣罩的尺度 也真的是拍得很大 那不过可以看到 这个前女友周扬青大爆料 也让罗志祥的私生活被瘫在了阳光下 一下被爆爱上酒店约妹 同时演艺圈里头 她跟女星的绯闻也不间断 之前甚至她和旗下的艺人凯乐 一起主持的时候 也传出互动很暧昧 甚至被爆料找了20多个直播组 来看到一起开启了清凉的泳池帕